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分钟啊 马老师 您刚才指导得太棒了 太精彩了 您是 我这换了发型 您就这么出来我了 我是金状了他妈 咱们见过面的 对不起 我这记性不太好 没事 没事 既往不咎 以后您记住我就行了 马老师 您的戒指怎么不见了 不是刚才训练的时候弄丢了吧 没有 您有什么事 来 字本跟马老师说 那什么 马老师 我想加入篮球队 本来记着你 最不喜欢上体育课 怎么突然想加入球队啊 我这个 你看这孩子紧张的 你不是跟妈妈说 你最大的梦想就是当篮球运动员吗 对 我是为了梦想 记得你说过你 梦想是天天吃鸡腿啊 瞧你这点出息 这已经实现了的 就不叫梦想了 对对对 我现在梦想改了 我想打篮球 行 这有梦想是好事 老师应该支持啊 但是我们这球队队员啊 早都定下来了 马老师 这为了孩子 怎么破过力嘛 当候补队员也行 不是 这校队队员啊 是经过选拔了 真想参加了 那就今年好好训练 明年先参加选拔赛 啊 马老师 您看是这样 这孩子一点基础没有 要是直接参加选拔 那肯定不行啊 要不 您私下里给他补补课 就像那个数学班呀 英语班 现在不都流行那种 课后补习班吗 我给艾小师给您钱 行吗 不用不用 这不是钱的事 这老师教学生啊 这应该的 这训练可得靠自己啊 有这全新和毅力吗 有 快说有 有 我有 真有啊 真有 马老师 那您答应就撞住了 那咱们说好了 就这么定了啊 快 快谢谢马老师 谢谢马老师 行 那我们就先走了 不打扰你了 拜拜 好 马老师见 再见 儿子 你慢点吃好不好 对 别着急都是你的啊 嗯 儿子 妈妈问你点事呗 嗯 你们马老师 是不是离婚了 不知道啊 没听马力说过呀 怎么 你要让马老师当我后爹啊 不行啊 马老师长得多帅呀 再帅也来不及传给我的呀 再说了 你要是跟马老师结婚了 马力不就是我姐姐了 哎 那我跟马力结婚算不算进去结婚 不算不算啊 你们俩没有血缘关系 顶多算是亲上嫁亲 哦 那我就支持你 哎 小猪崽子 翅膀硬了想早恋是不是 是 走走走走 小宝宝 我们叔毛毛办漂亮哦 我妈非要请张博士吃饭 我跟我妈说她出差了 你回头跟她对好口红 别道歉给说了我 没问题 我们家小张现在可听我的了 哎 不过你这天天瞒就也不是事啊 你什么时候把你那老二叔 介绍给你妈呀 那老二叔 哪有不是吗 不是 我妈那脾气又不是不知道 所以这事啊一定得深入 再说了 她也没有勇气把我介绍给她妈呢 那你俩这叫什么事啊 别得便宜买怪啊 要不是我把那张博士让给你 那不是你不想要的吗 那你要又想要的话 我再还给你喽 可别 张博士我可吼不着 再说了 君子囊不夺人所爱 更好怕你不是我的菜 是啊 新鲜菜呢都不是你的菜 你不就喜欢老帮菜吗 对吧 小宝贝 你才老帮菜呢 她是不是喜欢老帮菜呢 你是老帮菜 你是老帮菜 你 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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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啊 去开门 小米 你要买买了 没有 我全自己做的菜 好 怎么了 有人求婚了 拿书开玩笑 你干嘛呢 真是的 我以为你喜欢 要不要不我回去换玩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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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做的是 猪头肉分分条 你那穿着呢 像去吃法国大餐 真受不了 叔叔 我爸呀是长得一张 严肃的脸 不是真对是 你随便送啊 你看我能帮着干点出来啊 不用不用 你呢就等着啊 把这些衣服脱了 你看别让这个油心啊 见到你的衣服上挺贵的啊 妈 妈 啊 白晨衣不好洗 我的天哪 哎哟 哎哟 进出阳下 行了 行了 等着呀 哎哟 我的天哪 怎么受得了 来小米 走走走走 哎哟 真神 叔叔 我饭也挺时髦的啊 那些年轻的模特啊 你真大身的 光一绑子直打领带 哎呀 要不你把那些零碎都脱了吧 你也直打领带 你别胡扯啊 你以为他不敢啊 敢明儿啊 就这么穿着 到我这儿来了就 他没审美 他没审美不也看上你了吗 什么都那么清晰啊 小米 听说你跟我那侄子 天左 天左 处得不错啊 谁 天左 那是我侄子 那是苦孩子 爹妈孩子多啊 养不起 就把他过去给我了 我没想到现在孩子 这么有出息 我也算是放心了 天左 真名字不错啊 你看哪 天左之河 天左之美 要不是你的介绍 人家是博士啊 怎么会看上我们家小米啊 什么 什么叫我们家小米啊 你当我是大米饭的 大米粒的 那么渺小啊 你是我亲妈妈那么说我 你你妈是谦虚 就 小米长得这么水灵 那是天左的福气 你们俩要是好了 也是飞水不流外人天 什么飞水 也不是 那个我们俩人只是 刚接触一下 那没准人家看不上我 他敢 他敢看不上你我大舌 他狗腿 你跟我别客气了 我自己来就行了 那叔叔 我给你盛饭啊 来 不不不就 来 来 你今天穿得那么漂亮 我给你多盛点饭啊 好 叔叔给你吃啊 小米多吃啊 吃吃吃 杰哥 今天训练就到这儿啊 一会儿操场跑五圈放松一下 好 好 球放框了吧 去吧 带队跑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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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师 再怎么忙总得吃饭呀 就去我们家的饭店 您就别客气了 学校我规定 这饭就不吃了啊 我这事挺多的 也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这学校哪条规定啊 我是校董事业我还不知道 改天啊我得好好问问你们校长 行 谢谢啊 谢谢 马尔 马尔 再见 走 好 吓我一跳啊 那你穿成这样了 算你什么回今天学校的价值位啊 那我们学生家长啊 考虑热情非常请我吃饭 我也没啪子 这什么学生家长 还要抱老师腰啊 太不着调了 我知道不着调了 穿成这样了 今天我们同学聚会 都要穿上学生专业 结束纪念 那你去人生下吧 等等 你把这穿上 为什么呀 反正看见以为我搞师兄练了 谁跟你搞师兄练了 你怎么就会把这脸去人啊 不算 赶紧赶紧穿下吧 要不穿我都跟你俩一块走 我不敢呢 走 打扰你了 快 跟上那辆车 对不起夫人 那辆车呢 那辆破自行车啊 这儿啊 走吧 这儿啊 您好 欢迎来心爱 这是我们的菜单 两位看看 先来点什么饮料之类的吗 酸奶 先生您呢 冰准 好的 请稍等 别拖 别拖 穿上去 好热 你都比我穿了一路了 你看这两层呢 都五出肺子来了 你没事出门穿成这样的妈呀 我们每次聚会都是有主题的呀 上回是睡衣 上上回是报玩的 弄不懂你们这帮孩子的 那下回你陪我去吧 我不去 让马里陪你去 我们同学都想见见你呢 下个礼拜我同学结婚 你陪我去吧 算了吧 那可是人家都想见见我男朋友 你再说 这样厨房入队的场合 您忍心让我一个人不服务 我想你们那些同学我都不认识了 去了以后 又别扭又无聊的 干吗呀 你是怕尴尬 还是怕别人知道咱俩是一对的 要是别人知道咱俩是一对 那是我的荣幸 那别人只有羡慕激入恨的份 那你敢在朋友圈里发过照片吗 那又是呢 没听说这秀婚来死得坏 那都是给怒入了花心的人的借口 你想啊 你要是发了之后 还有人敢给你结婚女朋友呢 这今天发了明天分了 霍天你敢发跟别人的合影吗 这女人怎么这么奇怪的逻辑啊 哪儿那么复材啊 那我这朋友圈里啊 好多是我的学生 他们都不知道我结婚了 嗯 那你就是怕你前妻 还要你妈看见 我怕什么点 我前妻都见过你了 这我妈呢 她压根就没朋友圈了 那啥我说了 行了 知道你还为上次那事生气 哎 跟我来还还还 妈有心当命 我真把跟她说 我跟田也离了跟你好了 准备她记住一样 你是压根就没想让你妈缓过来 你这连离一个婚都不敢跟你妈说 那田也就这么重要吗 你妈心里面有这么好的一心 怎么可能接受她 不是 哪你说 你现在敢带我见你妈去吗 不敢吧 妈 你不敢 并不代表你不喜欢我 那是因为你不想气死你妈 你看 我多懂事 我明白 可是我一想到 你妈一个劲都想让你和田也负责 我心里头就不说了 来说 干嘛呀 还要拿脚鞭打我呢 闭上眼是什么 有脚鞭 我带了蓝酒锅 拿了全是第一 我们俩厉害了 奖牌 锁了你 别咬掉 不见我 不是纯金的 咬坏了 虽然不值什么钱呢 但这是我得到最大的朋友 就像我 是我这辈子得到的最大奖赏 你嘴这么甜怎么不咬链似呢 那大招哪能天天放呢 这也是 来 你先 先 先 我们先把你也抓人 想要人看见我 你老师跟我学生在那儿吃饭 你疯狐狐的 那可是我云 闻人 又给你点冰水喝 吃吧 你咱们吃吧 好 让你来山山 你着什么急 这才迟到十分钟 老板 我也不骂你 头拍一下 我有急事 我要跟你请假一个礼拜 家里出事了 喝吧 这多少点 没有 人家这次要请的是洗假 洗假 太好了 恭喜你 恭喜 男孩女孩啊 妈 来 让你打一摸摸 讨厌你 暂时还没有 但是等我休完假回来 可就说不定了 不会跟海葵那孙子私奔吗 他明天要去希腊参加一场学术交流会 还让我跟他一块去 他肯定是一片子 就你狗嘴吐不出象牙 我不管啊 反正酒店机票全都订了 我必须得去 我告诉你啊 我不批 老韩 不能不讲道理的 羡慕嫉妒恨可不好呢 我告诉你啊 我是在帮你 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嘛 啊 再说了 人家开会 关你批事啊 怎么跟我没关系啦 人家那些国家元首出国访问 都还带第一夫人呢 还第一夫人 你还跟第一夫人比 员工手册上说了啊 请假必须提前一礼拜 老韩 干嘛 韩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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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 韩老板 韩老板 我求求你了 韩老板 人家好不容易有一次 免费出国旅行的机会 又是跟自己喜欢的人 您这有点人道主义精神嘛 好不好 人道主义精神是吧 行 我人道 我可人道啊 你看看 你天天相亲 这年假都没了 哪还有假 哪还有假 可是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这样好了 我回来之后呢 我就多加几天班 或者是 就当我请假 对 你扣我工资 你扣我工资 你扣我钱吧 扣我钱好不好 没戏 除非哥们我死了 要不谁要你批 行 老韩 算你狠 你今天这诚心 跟我过不去了是吧 没办法 谁让哥们是老板呢 好 这店是你开的 这规矩也是你订的 我没辙 但上不上这个班呢 可是我的自由 我不干了 有病吗 是不是有病 是不是有病 你 什么 老板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是不是离了 你是以校长的身份 问我还是以朋友的身份吗 校长 公事 那我离不离婚哪算是公事呢 行行行 先问了我就告诉你 我离了又好一阵了 为什么呀 你跟小田不挺好的吗 你到底是校长的身份 还是朋友的身份 朋友 我关心你啊 行 可不可 这事你千万别出去说去啊 这玛丽跟我妈还不知道 没几个人知道 那几个人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老孙告诉我的呀 孙大翠 回头我再找他算账 你找我叫离婚的事 我还不跟你兜圈子了 这个 现在有家长投诉 说你有为教师职业道德 败坏校风 我离婚就有为职业道德 败坏校风了 离婚很正常 我就问你 你是不是找了个 小女朋友 是比我小点 妈妈 咱都是男人啊 你说你喜欢个漂亮小姑娘 这 这是很正常 可是咱还是老师 对吧 咱们得有一个教师的底线 你说 你 你找一个 魏诚年的女学生 这 这不合适 谁找魏诚年的女学生 人家大学毕业了 工作好张时间了 好不好 我自己看看 自己看看 虽说这不是咱学校的 可是你说 这要传出去说 咱学校的老师在在在在 在搞师生恋 谁还敢把孩子送到咱学校来 咱学校还办不办了 我跟你说 这学校开除你是亲的 弄不好你得进监狱 真不是学生 她那天就穿 穿着衣服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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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装 你在大马路上搂着一个 穿校服的小姑娘 然后非说她不是学生 你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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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天人家是参加一个 什么主题的聚会 干 不是 这照片谁拍的 谁拍的你甭管 我也不能告诉你 偷拍 说好听点她 她是那什么 说不好听就诽谤 我告诉你 你少来这套 是不是诽谤 法院说了窜 我告诉你 现在咱们是作为朋友 我帮你把这事给压下来了 你得跟我说实话 要不然我放过你 学校也不能放过你 这可不是小事啊 行行行行 我跟你说清楚 今儿正好 我这女朋友来看球赛 我让她来 带着什么时候来 你别说什么 老爷爷 你傻子 来 来 来 我给你救你 来 来 云轩 你们马老师呢 马老师还没来呢 他应该再做我准备吧 那你们比赛不马上就开始 是啊 马老师没来 比赛不能开始 你是我们学校的吗 我不是 我是你们的外员啦啦队 您是师母吧 什么师母 马老师真幸福 你们是怎么认识啊 我们俩认识 这事啊 可说来话之后 你等我来说吧 你等我来说吧 这事是这些人 你现在到学校了没有 你现在到学校了没有 我跟你的学生正在聊天呢 我跟你的学生正在聊天呢 你赶紧过来吧 你来我们校长办公室一趟 我在这儿等你 我在这儿等你 嗨 你们校长办公室在哪儿呢 哪儿 谢谢啊 谢谢啊 什么事啊 来 来 来 这 这就 王乔吗 马老师 你怎么穿成这样 我来给你加油 你干过来 这样就算了 好 校长 你好 坐坐坐坐 好 为什么带我来见校长呀 是不是见不了你妈 见你领导补偿呢 什么时候带了吗 没有啊 在什么时候干吗呀 我老丢啊 是 是这样啊 那个 现在啊 学生家长呢 投诉马老师说 她跟这个魏晨权的女学生谈恋爱 作为校长呢 我得把这个事得了解一下 好 马老师你跟谁的朋友呢 你别闹了 说你呢 你看一下啊 这是不是你 不是 谁这么变态呀 拍这样的照片 什么意思啊这是 狗仔对啊这是 不是 你看 你看给我拍她挺漂亮的 行了 行了 作为学生家长 看到马老师的这种照片 她有想法 你可以理解吗 校长 我特别理解 我也特别感谢你 把我当成卫生年少女 证明我在你眼里面 还特别年轻对不对 但是穿校服的 她不一定是女学生啊 那你说改名 我穿一白搭褂来了 那我们马老师 还多了一个医生女朋友呢 严肃点说正经的呢 我挺严肃的 干吗呢这是 我爸出大事了 我去 她这样下去了 给你看看 你 你眼睛不好啊 你看 你看 你看眼角门啊 你见过这么老的老少女吗 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啊 马老师干吗呢 等她开球呢 这球是开不了了 怎么了 这说什么呢 马老师跟医生拍眼罩 给校长看一下 真的 说什么呢 你病吗你 校长门口你也想打一下呀 我跟小的时候 根本就不擦擦脸油 我爸是卖猪 猪大爷帮我脸上一抹 可好了 现在胡特儿放上品 都不管用 那个 孩子啊 这事呢很重要 尤其是对马老师 非常地重要 咱们别嘻嘻哈哈的 好吗 我没嘻嘻哈哈的 我真的是特别认真 这 要不然你问我 我身上癌的时候 都发生什么事 其实我也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的话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 好吧 我让她证明我是她女儿 对对 她妈知道她多大 喂 妈 小米啊 妈忙着呢 妈在动大棒骨 待会儿给你回电话啊 孩子 我妈正忙着呢 没法证明我是她女儿 我给我老板呢 我老板可能你要证明 韩老板 喂 你是我老板 不是 老韩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我今天就问你 你是不是我老板 我是不是你的员工 我跟你说啊 你是我祖宗 你是我祖宗 我给你开钱 你天天玩的啊 你现在说发起我工资了吧 老韩 你再跟我说一下 我是不是未成年的少女 就 就你那一脸 黄可斑 你不洗脸上班了 我都喊你妈 老韩 我太爱你了 你知道吗 有人说我是未成年的女学生 你可算给我证明了 谁啊 谁说你是少女的 眼瞎呀 是狗大便长大的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这 这是什么人 什么人 你叫他过来 我跟他 我跟他聊聊 这什么话他叫 太不像话了 你真是 这都什么人在一块啊 这都什么人 有一个人能证明 来来来 来来 你现在干吗 他这个干吗呀 你跟你们校长叔叔 我跟你爸是不是合法了呀 有病了 王小路 怎么了 行 你先出去叔叔 去去去去 这向学生啊 你真有病 你从哪儿找这么个人来 你 你 你有意思吗 你先别管 是不是学生 我是不是未成年 不是吧 照顾谁呗 你别管 去去去去 出去出去 往你来去 走走走走 莉莉 你跑什么呀你 王小米 你私下跟我爸爱怎么闹怎么闹 那你能不能别穿成这样 来我们学校啊 怎么了 我穿成这样是跟你爸加油的 在哪儿呢 你是美剧看多了 还是制服优惑看多了呀 你这么大人又不幼稚啊 我怎么幼稚的 我家有我还幼稚啊 你还跑到校长室那儿嚷嚷 你是想让我爸被开除 还是我被开除啊 你们俩 小米啊 就这场面有点混乱 要不你先回去吧 不 爸你忙去吧 我替你教训他 行行行 别添乱了 要不你们俩吃饭呢 这比赛等着我马上开始了 我完了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吃饭吃饭去去去 来 来 热身 热身 快 咱不看比赛了呀 来 那我白穿成这样了 我淘宝好几十买单 你穿成这样谁还看比赛呀 都看你了 那什么 你想吃什么 咱吃饭去吧 吃个屁 我可不想跟你一起被围观 自己吃去 小米 我跟你说一声 姐们我辞职了 以后韩金龙那家伙 你就自己对付他了啊 你们都什么情况啊 马老师加油 马老师加油 你干嘛呀 这不光要辞职 这还要搬家呢 我要跟张博士去国外旅行 那这是好事儿啊 那干嘛要辞职呢 你要去多久啊 就一个礼拜 但是老韩不准我嫁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你先别管我的事儿 先说说你们的事儿 那你跟老韩好好说说 那这两天的班 我替你不就完了吗 说了什么都说了 我觉得这死老韩 诚心刁难我 老韩这么多年 你还不了解他吗 虽然呢 他这个人嘴上是真欠 但是平心而论 这么多年对咱 还是挺厚道的 你说他每回都跟咱们说 扣工资啊扣工资 他什么时候真扣过 这回啊也是吓唬吓唬你 这波工作啊 我也是不想干了 我不像你 天生就喜欢小动物 我对那些阿猫阿狗呢 说实话也就那样 咱们店里也成天都是 狗毛狗屎狗尿的 一会儿不收拾了 就臭气熏天的 这工作我也是干够了 那你也得先找着夏家啊 那不然你的生活怎么办 你这房租你怎么交啊 张博士不就是我的夏家吗 他那么喜欢我 还能不管我啊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小米 我跟你不一样 虽然咱们呢 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可是你不做工作了 你回家还有你妈 给你做饭吃啊 但我呢 我一个外地孩子 我一个人在北京 我每个月 除了交房租跟吃饭 我连买化妆品的钱都不够 你看看我这箱子里面 有一件值钱的衣服吗 所以这种日子啊 我也是过够了 小峰啊 我一直觉着你吧 特别坚强 特别乐观 我坚强呢 是因为我别无选择 至于乐观 我不乐观能行吗 我死去啊 小米啊 你知道 我为什么每天都在相亲吗 我真的太想白脱这种日子了 其实我理想的生活呢 就是老公在外面挣钱 我在家里面做饭带孩子 也许你会说 当家庭主妇没出息 你会说谈恋爱 要看演员看感觉 但这些对我来说 都太奢侈了 你知道像张博士这样的 在市场上有多抢手吗 我下了那么多情 见了那么多的奇葩 我才好不容易 遇到一个这样的 这次我说什么都不能再放手了 那可是你俩才谈了多久恋爱呀 他又带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去旅行 那你说万一你俩在国外打起来了 他把你扔那不管了怎么办 他怎么会把我扔了呢 他又不是秋风 小米 他是阿姨介绍的 知根知底的没问题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俩结婚了 你不仅要给我当伴娘 你还得给我当证婚人呢 不是你等真发生这一天的时候 你再说也不迟啊 你这八字还没撇 然后你就把事业给耽误了 事业 在老韩娜伺候阿猫阿狗 也能算事业吗 哼 女人这辈子最大的事业 就是找一个靠谱的男人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一点都不爱听 你姑娘能不能别说 那么没志气的话呀 一个女人最大的事业 就是对自己好 不能什么都交投给男人身上 知道吗 这样这个男人离开你 你就什么都没了 我就是没志气 而且我有预感 我们这次旅行 她会跟我求婚 哎呀我的姑奶奶 她要真跟你求了再说行不行 我先跟老韩说一下啊 等你旅行回来好好琢磨琢磨 这个事咱们再辞职行吗 别 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已经辞职了 老韩那边休想我再低头 哎 小米啊 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你觉得我要是先怀孕的话 张博士是不就非我不去了 你疯了吧你 你们俩才认识几天 你不准这么想 那你跟你二叔认识也没几天啊 你这不天天往上扑的吗 蓝也没拦住你啊 我没别的意思啊 反正我说什么你都不听 反正国外也能上网 要是他真欺负你了 你可得告诉我 我冲过去揍他 嗯 你放心吧 赵总 您又胃疼了 要不咱去医院吧 最烦去医院 老毛病吃点药就好了 那行 那我找个药店 赵总 你给谁打电话呢 房东啊 不接呢 天天看人家热脸贴你冷屁股 今儿你怎么倒主动联系他了 交房租 我看人家好几天没联系你 你自己着急了吧 要我说你也是的 明明挺好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 非让你整成的租赁关系 我都心疼赵领 你心疼你找他去啊 他年纪太大了 我对他只能付出同情 付出不了真情 这么废话多啊 你赶紧靠片 你行了你别打了啊 要我看呢 人家说不定现在都已经找到新欢了 你说你一笨老徐娘 只能值得追那么久吗 李师傅啊 你好 我是田野 不用车 我找不到赵总了 什么 好好好 他真要喜欢了 该 就该制止你 住院了 那你问问他一笨有没有你名 您好 您好 请问赵领在哪个房间 在那边330房间 谢谢啊 您好 病人家属啊 进来愣着干吗 醒了 马上 哎 醒了 怎么样 伤口还疼吗 好多 好 accessories 你怎么来了 来来来来 不 comments 诶 不能躲 没事吧 没事 小病 还小病呢 你这个都是胃出血 我告诉你 在晚送来几分钟 手术都不用做了 这么严重呢 小病攒成大病了呗 我跟你说 他都这样了 还天天跟我们喊着 要出院要出院 可得好好劝劝他 他劝我什么 是 你可以不听我们的 但是你得听你媳妇的吧 你怎么知道 她是我媳妇 对了啊 我再嘱咐一句 他呢 这手术是做完了 但是不能大意 你看他都这岁数了 真不能再折腾了 得好好养着 你呢 做家属的 就好好照顾着 好吧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行 有什么事 他叫我 好吧 谢谢啊 别听他呢 这护士啊 都想向着 去忙你的吧 我这儿没什么事 真的 我刚来 你又赶我走吧 不是 我这儿有司机和秘书呢 有什么事 他们跟我能一样吗 他们跟我能一样吗 就是因为他们跟你不一样 我才不想让你看到我这样子 喂 不行啊 我现在过不来 不行 我真的来不了 行行行 我到底再说吧 去吧 我知道 店里离不开你 那你好好休息啊 我再看你 好 什么时候再来啊 赶我走 不是让我来啊 我说 你在来的时候 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我还挂个胡子 再给你整一套化妆品 再化化妆 好好休息啊 来看你 有坏了 店里面都没叉 体育老师智商真让人着急 臭八婆 滚一边行 喂 在 握大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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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吧 老板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不把你离婚那事放出去 你外边还有一小女朋友 这边是说闲话嘛 怎么让我还得感谢你是吧 今天这事这真不怪我 你那小女朋友要是低调点 跟家逆为逆为就没什么事了 你看她倒好 跑到学校来 这不是让人羡慕激怒恨吗 你还穿 穿那样 是啊 谁知道那天穿成那样 不是 穿成那样是挺好看的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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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